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囊牌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三角函数 对 囊牌给咱们提供了三角函数的计算功能 咱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 有朋友说 我学三角函数干什么 是这样 您在学深度计算的时候 您会发现三角函数多用于激活函数的使用 好不好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这个基础的知识 OK 咱们就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三角函数的计算功能 都有哪些 囊牌给咱们提供了多如牛毛 也不用说多如牛毛 给咱们提供了很多 但是今天我只肯定介绍三个 哪三个最常用的 sin cos tan 有朋友说 我上初中的时候似乎学过三角函数 但是我现在给忘了 该怎么办 我这正好给您准备一张图 帮您回忆一下 好 咱们看 咱这有一个θ角 对不对 那么咱们sin这个θ角的时候 相当于是说 用这个C边 除以这个A边 大家请看 这个C除以A 这就是sin出来的结果值 好不好 比如sin30度 sin45度 sin60度 都可以 OK cos cos就简单了 是用这个B边 大家请 下这个B边 除以这个A边 得到cos tan tan 是用这个C边 除以这个B边 对吧 抛去长边 这两个边相除 就叫tan 就这么简单 您已经回忆起来了 对吧 OK 太棒了 既然您回忆起来之后 咱们马上进入代码部分 好 咱们看一下代码 首先咱们先input一个当派 今天我给您演示 还是使用Google的collab 马上执行一下 没问题 连接成功 那么干什么 咱们首先 我先给您演示一下 sin函数 怎么演示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np.sin 这就调用了 numpad的sign函数 对吧 里面我传一个值 这个值和咱们平时使用的不一样 那么平时使用的时候 都是讲究这个 sin30度 sin50度 对吧 其实在咱们计算领域 咱们就不能用3050 用什么 用弧度 对吧 咱们想一想 一个圆周的弧度是多少 对 是2π 对吧 我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是用np.π π是3.14 用这个值除以6 也就是说 1π是180 2π是360 我相当于是说 用180除以6 那么得到的是多少 得到的是30度角的弧度 对吧 OK 那这个地方 咱们相当于是说 sin30度 好 咱们看结果 OK 几句话给您讲明白了 马上开始 Let's go Ctrl-B 开一个代码块 然后直接运行 大情感出来了吧 sin30度 咱们想想 当时初中学的时候 结果值是多少 1分之1 对吧 也就是0.5 所以说 这个地方大情感 是0.5 没有问题 在python的计算领域 如果您看到 0.4 那么多个9 您就认为 它等于0.5 是没有问题的 OK 接下来 咱们会了sin了 马上再看一下cos cos的值是多少 拷贝过来 好 咱们看一下 我这个地方用的是npπ 是180度的弧长 对吧 然后除上一个3 相当于是说180度 除以3 60度的弧度 对吧 那么咱们cos60度 相当于说什么 相当于这个角是60度的时候 然后咱们用这个b除以这个a 对吧 OK 看一下结果 马上开始 运行 对 大家请看 咱们上初中时候 学cos60度的值是多少呢 对 还是1分之1 还是0.5 没有问题吧 您回忆起来了 对吧 OK 再帮您回忆一下tanj tanj其实是最简单的 好 看一下 tanj np点tanj 没有问题吧 OK 然后咱们用npπ180度 除以一个4 180度除以4 相当于是45度 那么这地方相当于是45度的弧度 对吧 咱们tanj一个45度得多少呢 您现在回忆一下 当时您上初中时候 tanj45度得多少 还能回忆起来吗 咱们看看这个 相信说这个θ角是45度 我用这个c除以b 对吧 这是45度的前提下 这又是一个垂直的直角 那么这两个边应该是相等的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tanj45度的值应该是1 对吧 马上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证明啊 开一个代码块 拷败过来 够 大家请看 0.99999 相当于就是1 对吧 1.0 没有问题 tanj是1 tanj45度是1啊 OK np给咱们提供了这些个三角函数的计算功能 帮咱们快速的计算弧度角度的值 我觉得是非常方便 您不要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知识 今后您用不上 我敢保证在深度学习中 您一定会用上 而且呢 它的出现的图形便于您做很多很多领域的理解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帮助的工具函数 您一定要掌握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您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呢 点赞帮转发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